郭文貴議員 他太興奮了 謝謝趙偉 大家有愛我們請部長 來請部長 請部長 委員你好 你好 我和你來衛環 但是今天作書看我一定要來 只有幾點建議 請你參考希望正面的回應 第一點我看到你們部長 裡面有充電再出發的訓練計畫 我們宣傳的很早 但是我知道要點通過的是最近而已 那這中間的宣導我覺得還不夠 很多人不曉得 所以我有聽到你回答其他委員說 我們現在勞動部會更多分俗 讓我工作人員可以到公司 去輔導去幹嘛 我跟你講緩不濟急 我們的人不夠多 面對那麼多的中小企業 面對那麼多受到疫情影響的 這個商家企業體 我想我們人力永遠不足 所以宣傳最重要 第二個如何簡化 第三個我再提醒 不是只有我們勞動部有所謂的 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 經濟部也有交通部也有 我可不可以建議 雖然不是你的問題 但是我希望建議你們跨部會協調 做一個酸團 我剛剛為什麼說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 我到底是要 申請勞動部的這個充電再出發的計畫 還是我可以申請經濟部的 這個人才培育充電計畫 還是呢我交通運輸業跟交通部申請 我想很多中小企業或者是甚至呢 這個老闆兼公正愛企業主 或者是這些微創事業的這些老闆 或者是我們的這些勞工 搞不清楚啊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紓困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點啊 所以我建議啦好不好 好 同樣都是類似的計畫 同樣都是要補助勞工跟企業 再出發再進修 能夠呢共體時間共渡這個疫情的難關 那利用這個危機就是轉機來幫助企業轉型 勞工員工呢能夠提升自我能力 這等等都是好事 但是我們這個部會之間編的 預算各自為證 那一般企業體跟勞工真的搞不清楚啦 國長這樣做得到嗎 好 委員這我們的家共選團和民 不是 除了家共選團 你還跟經濟部交通部 對 我們跟經濟部交通部加 因為你們這三個部分的這個類似的計畫很類似啦 對 我們可以做一些做個比較簡明的 讓大家民眾一看就可以了解 我應該是對 中小企業不可以了解 企業主可以了解 六港元港可以了解 這樣子大家才知道要怎麼申請嘛 哪一個部分是適合我的 我要提出申請 再來申請要簡化嘛 可以辯明跟簡化 第二個 你們這一次紓困第二個 最重要叫做安心就業計畫啦 這個安心就業計畫 我看你的報告是到5月15號為止 給他4,721人請請啦 我不知道說這個申請的比例為什麼那麼低 部長你認為呢 報告委員 因為可能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 減班休息人數開始增加 是差不多四月份 開始 比較多 就是說可能有些 就是不了解 不知道 但是我們這一體選團 甚至我們現在就是說 只要知道 有人減班休息了 我們就主動去跟他們說明 因為我就是要求我的同仁 務必 寄就安心就業這支 勞工也不用上課 他就可以領取 減班休息前後 薪資差好了一半 所以我們要盡量讓勞工能夠知道 是啊 我是怕有些是人資喔 他覺得說 這 這個就是我現在決要問你 是 要讓你知道的 我們很多中小企業 他為了呢 這個 因為第一個你要通報 地方勞工局 那光是通報了這個關卡 很多中小企業就過不去 是 我說坦白講話 那所以呢 那這個部分 我們如何主動去關懷 主動去 宣傳告訴中小企業 告訴這些勞工 有這樣子的政府 這樣的每一個人計畫 所以不用怕 是 這個通報 通報 通報地方勞工局 會不會對他的企業體 有造成什麼影響 是不會 有沒有記錄 通報他就是要 要有減負一些協議書 那個我知道 那個記錄會不會留下 什麼負面的影響 不會啦 本來就是 所以我說 要讓我們來個協助的 那有什麼 所以勞動部來 要說清楚 第二個 我們跟地方的勞工局 這些行政單位 要密切的變合 你說我們主動關懷 這些名稱也要能夠掌握 是不是 所以 到目前為止 5月15號為止 只有4721人來申請 我覺得這個 跟我們想像中的落差很大 很大 所以這第二個提醒 第三個 我要特別謝謝 我們紓困的第三大的 這個計畫 叫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我要感謝部長 你有騙人 這一開始 這個計畫 是自愛難行的 一開始我們設了太多的條件跟門檻 我地方政府透過就業中心的輔導 我們得到的訊息是什麼 大概不到4成的勞工 是有這樣子符合這個 申請門檻科 來 來 來申請這個 我們的政府的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來參與的 是 那時候我還記得我跟行政院講 那也謝謝部長馬上就處理 把這個門檻放寬 放寬的之後才可以 第一個 勞工來申請的人數多 人數多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還要拜託部長再做一件事 你在報告裡面提到 除了這個離島或者是一些原住民 鄉鎮的地區可能比較少人去 有缺人手 第二個 我現在在交通委員會 事實上交通委員會有很多的事業體 他們是需要有所謂的防疫天使 那個防疫天使啊 可能喔 兩個月的時間啊 光是鐵路局各個車站要600多個防疫天使啊 算時薪的啊 我跟你講 那個啊 到現在要不完全找人 那這個其實就當初要求 那個交通部台鐵要跟勞動部這個計畫來做媒合嘛 那委員我馬上會跟部長那邊聯絡 因為齁 我記得 就是工作機會除了請地方政府 也請中溫部會 全部都要提供出來 是啊 但是這個訊息我不知道你們橫向的聯繫 到底是有沒有一個聯繫平台啊 那有很多的事業單位 部會之下的一些事業單位 或者是國營事業或者是需要的 包括鐵路局 包括那個中華郵政 包括電信喔 中華電信等等 他們都需要防疫天使 他們都需要這些 算時薪的臨時工作人員 那事實上就可以跟我們勞動部的這個 安心即時上工的計畫是可以搭在一起 可以搭的 包括委員喔 我看進我們的統計資料 交通部有報給我810個缺 是齁 我來看看有沒有報告這部分 有 以我在交通委員會問到的結果是還沒有完全補到 那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希望趕快 對我們希望趕快讓他上工能夠解決他 是 所以再拜託能夠滾動式的檢討 那希望把這個三個大的紓困計畫能夠做到最好 能夠達到紓困的目標跟美意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何委員 拜託部長 要盡快 好 接下來請李德偉委員 李德偉委員 李德偉委員不在 呂毅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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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敏委員 呂毅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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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我請許部長 來,請部長 部委員好 辛苦了齁 有關正式紓困 也謝謝勞動部針對本席一直在關注的 庇護工廠跟市場按摩的紓困 都給了很好的一個規劃 那現在就是看到 家數跟人數還沒有很多 可能就是還是強化相關的宣導 因為這個好的政策就是要 讓我們的民眾 有需要的民眾能夠知道 那今天就有幾個議題 跟部裡面來做一個討論 因為這個是我長期在關注的 還沒當立委之前 勞動部那時候在104年的8月6號 公布了有關85歲以上的長者 經過醫療機構評鑑為 輕度失能一項以上 就可以來申請看護工 因為我上台進入御環境之後 其實我每次都會問我們勞花署 到底這個人數多少 那我這次在3月31號拿到這個資料 看到嚇一跳 看到螢幕上面你就看到 整個在這幾個類別裡面 其他不用看 其他因為是第二次展延的人數 所以是最高 看到我們看護85歲以上 有輕度依賴的有36528 這個會讓我有兩個擔心 一個是 他排擠了我們正在對 這個長照2.0的對象 其實這一群人剛好是長照2.0 正在服務的所謂延緩失能 以及輕度失能的這些長者 大概也是我們服務的一個對象 那如果聘用外勞 其實我們擔心的他會過度依賴 因為我們希望他自力資源 可以自己有更多的一個自我照顧自己的能力 跟我們長照的介入 來支持他在社區裡面生活 第二個其實擔心的是 對於重度身心障礙的排擠 這也是當時我們在104年 團體到勞動部去抗議的部分 因為身心障礙朋友 其實重度的可能會逆選擇 也就是說你越重越難照顧 那這邊有85歲輕度 一向就可以來申請 這個外勞 外籍看護工的時候 它是有互相所謂的 逆選擇的一個效果 所以當時我們擔心的事情 今天看到這個數字 是佔整個這個服務的第二名 我有點嚇一跳 因為當時你們告訴我的 都是2,000、4,000 根本想到一下就成長到36,000 這是大概第一次三年的這個 這個申請的過程裡面 第一次申請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可能考慮來把這個 針對衰弱的長者回到長照 然後我們外勞這邊的申請可以關掉 報告委員這個我來 來研議一下 這要衝擊很大 因為你們開了之後要關是很難的 這是一個問題沒有錯啦 我來研究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都一直很強化的是說 延緩失能 延緩這個能夠讓長照2.0能夠更普及到各個服務裡面 可是我們這邊就有36,000個都在你們的服務系統裡面 所以這個我覺得真的要好好審慎來評估 那個司署長說他的說明 沒有 我們後面還有他要回答的 來下一個 那有關於外籍看護公這邊 外籍移工的部分的轉換雇主的問題 也要來特別問我們勞花署 這應該是勞花署比較細節的問題 在轉換雇主裡面 你們的這個 所謂的 聘雇的一個轉換 轉換雇主或工作程 這個規則裡面 你們對於這個 屆滿前2到4個月 才讓 就是需要轉換雇主的 才來轉換 那有沒有一個可能就是說 即使是前2個月到4個月 他還是每天都在工作 那雇主到底有沒有幫他期滿轉出 他不想再續聘了 到底有沒有告知 有沒有讓 這些外籍移工或看護工 知道他已經不續聘了 那他有時間去找工作嗎 那他是不是要仰賴的就是 所謂的 好的雇主跟好的仲介 才有辦法來做好這個銜接的角色 這個 這個部分不然 等他 忙完2個月 或4個月到期的時候 哇他突然發現他沒有工作了 然後也期滿了 然後 也沒有 在時間去轉換雇主的時候 那他就要出進來 這個部分是不是在卡移工啊 你覺得 有沒有這個 這個政策目的是什麼 沒有 當時候那個 其實在2到4個月是他在 聘僱的時候 他要離開 他不是續聘 他就是要離開 他要離開的時候他可以先去找工作 去2到4個月是讓 他可以去找工作 那 那 雇主願意讓他去找工作嗎 他可以請假啊 就要變成請假 那如果是看護工那可能很難耶 那個 那部分其實可以協調 因為 那個看護工他本身也是都要去 請假去開那個去做檢檢嘛 那個時間還是可以有空檔的時間 一樣的道理 如果今天雇主不要用他 他當然有權利跟雇主請假 如果他如果雇主不准假我們可以來處理 直接給你建議 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來做一個條文的修正 是不是可以在第二項 第二行裡面聘僱許可期 校期借滿就好了 因為你規定了2到4個月 反而讓我們的移工反而沒有時間去做 也就是說借滿完之後 他其實還可以有時間去求職 可不可能有1個月到2個月的時間 可以做求職的動作呢 這個部分能不能再做一個調整 食物上可能有他的困難度 那這部分的話 因為如果你今天如果是借齊 他借滿之後 那他之後就在 沒有讓他有求職的機會 對啊 所以就在這之前本來他就 因為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在我們的外勞管理上面是這樣子 如果他今天離開的話 雇主才能補人 如果他今天沒有離開的話 他就不能補人 所以你應該要更強化雇主 跟仲介之間的聯繫 讓他們做好扮演自己該扮演的角色 比如說順利讓他協助他轉出 不然就是 我們碰到的情況是 就是到期了就讓他要出去了 因為 雇主要再聘新的 對要聘新的部分 外籍移工 而且在這之前我們趕快先作業 讓他可以順利轉出 可是那也要碰到好雇主跟好仲介了 另外一個問題也是有機會再談 期間轉出的部分 時間實在太短了 期間轉出的部分 每次都在禮拜四的時候 才能夠做這樣的一個轉介 那我們現在碰到一個移工是這樣子 他的轉換雇主函是期限到5月11號 可是他最後一次在去 週四要去做面談的部分 是5月7號 那之後就沒有機會了 他就一定要轉出 就是要回去了 可是 剛好有第三順位的雇主 可以願意顧他 OK 那 你們是不可以的 是嗎 第三順位要來接他 接這個移工 現在是雲尾協調會是一週一次 對啊 那現在的話我們 可是他聘請到5月11號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改變 就是說他都可以 那個每週都可以 那個跟協調好時間 增加次數 增加次數 好 那一週可以幾次 我覺得這應該讓 讓 勞工有機會去 找到他的雇主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跟就位中心協調 那就位中心是我們自己的單位 我們可以來協調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還是他們的能力的上面 我們可以來處理 好承諾的要做到 因為我持續都會繼續追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吳委員 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莊嘉賓委員 莊嘉賓委員 莊嘉賓委員 莊嘉賓委員不在 請林水委員 主席各位大家午安 是不是要請我們阿春部長 來請部長 林委員好 莊嘉賓委員 說你要勞檢收回中央 你要具體時程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做得到 報告委員 其實這是 的確有這樣的想法 有想法跟你要做是很遠的距離 報告委員 一個制度的改變當然需要時間 所以我現在不再說 以前人說的話都沒有錯 以前人說輕諾則則寡姓 不會啦 不好意思 口慧而食不治 人家都說得很好聽 但是你現在對這裡說 你有這個想法 不一定成為你的政策或具體施行嗎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內部還沒有正式討論 但是我是準備要這樣子做 所以崔姓 讓你回答那個立委 如果是誤以為你就是要做 這樣不是很完美嗎 好 我現在又問你 因為崔姓還有說 不容企業取巧 不容企業違法違規 但是我們想說你要怎麼不容 你要怎麼不容 譬如說 我簡單舉一個例子 直載通報的責任在僱主 但是呢 惡靈這個 監察院最近有一些糾正 他去旅刊了六家事業單位 結果呢 他兩年內有向老保請領 直載失能或死亡給付的這六家裡面 他去旅刊 兩家有違法通報 兩家沒有通報 兩家衛福兒通報要見 所以無需通報 你看監察院去抓 六家就有兩聲 三分之一是基本就沒有通報 你們都說 我們一定會 通報系統不會失靈 老保高機不確實的話 我們一定會去看那個失能給付 會去跟他聯動在一起 然後一定會去積查 所以我說 你們在說的話都說很好聽 但是事實上 根本就做不夠 也沒有做 很多 所以我今天 要主要跟你講說 你是2018年 那個 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 在任時間到現在808天 已經是做最久了 你自己覺得你對台灣的勞工做了什麼 你自己給自己的分數是幾分 你這樣 你這樣 別說那個 劉建國委員說的那個 去年那個燒案 那個派遣老公 他說 你做了什麼 你自己給自己幾分 我不會 這個打分數不能自己打 沒關係 但是我現在要這樣說 我就舉紓困為例 紓困的政策方向 很多政策內容 我們都在跟你說看得到 接不到 你的紓困政策跟 交通部經濟部 甚至還有互斥的 然後產生了 人家都要用交通部 外經濟部不用你的 我們來說 你們內部 行政院 部會 在開會 你們都不要去合照 你們提出了方案 我們劉動部 這個方案就沒有效期了 你們都不要去說 如果 為什麼你們兩 跨部會之間 這個 政策會互相打架的 人家看到人家 對雇主的利益 誘因這麼大 人家就不想要用你們的 即便你們的是 對勞工相對比較好的 但是都沒有效 所以你們這個 溝通是怎樣 我是不知道 但是呢 除了這個以外 你們做的最好的 不外乎就是 十萬元紓困貸款 各位沒有門檻 幾乎沒有門檻 所以做的最好 職業工會領三萬 幾乎沒有門檻 只要兩萬四的 全部都都可以領 直接匯到你戶頭裡面 也不排庫 雖然兩萬四 投保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可以告訴我 投保集聚兩萬四以內的人 沒有存款一千萬的嗎 你可以在這裡保證嗎 報告委員 我們那個 兩萬四以下有133萬人 我們排庫之後 你的排庫有檢查 他的存款存折裡面 有多少存錢嗎 我們是以報稅40.8萬 報稅跟存款沒有連動在一起 你不要再胡說八道 報稅是看去年的收入 你有檢查過兩萬四裡面 他的銀行帳戶 超過一百萬的有幾人 超過兩百萬有幾人 超過一千萬的有幾人 你有去檢查嗎 報告委員 我們當初在設定 沒有連動在一起 沒有連動 所以說你沒有排庫 然後我要講說 有工作 無勞保者 請問他是不是勞工 是 是啊 你怎麼都沒家 你怎麼都沒收困 你怎麼都沒收困 你等一下的衛福部 是什麼意思 你等一下的衛福部 是要讓他落到 生活貧窮線的邊緣 還沒落下去 不是啦 但是要屬於生活困頓 請問勞工 明明勞工 你怎麼知道有什麼 在說這個 因為有人卡電話 在他道怨 他說他痛恨 自己竟然是有雇主 而且有勞保 他在中卡來的 他說他是十人的 小型工場 因為疫情影響 所以一個禮拜只上兩天班 然後呢 你的紓困政策 對他們雇主和勞工 完全都沒有辦法行使 看得到吃不到 他說他痛恨啦 他在這個疫情紓困的時候 他看到別人領得很爽 他開始討厭自己 竟然有雇主 竟然有勞保 這個是對勞工身份 是比較優勢的人 他在疫情紓困的時候 他覺得他這個時候 變成是他的累贅和負擔 報告委員 我們針對有雇主跟沒雇主的 是有不同的紓困方案 我才不知道 部長你不用再多這麼錢 我告訴你就是 直升機三千的 十萬塊沒門檻的 職業工會領三萬的沒門檻的 衣瓜 充電再出發 沒好嘛 無薪加薪水補貼 沒好嘛 安心即時上工 領了安心即時上工 還可以再去領其他的 這個重複領的 你知道 資源重複領取的安心 所以 在這種狀況裡面 報告委員 他安心立即上工 他是付出他的勞務 來換取對價 這個其實不會跟其他 好啦 我現在不是在跟他講一行 我現在是要這樣說 你就把無勞保 有勞動事實的人 你知道有多少人嗎 你知不知道 大概你高級有多少人 我們大概推估 勞動人 你不要說 調到生活貧窮線邊緣的 大概是 我沒有跟你說 調到生活貧窮線邊緣的 沒有啦 不是的 你們青菜糕糕的 主計處的統計數據 扣除這個 勞保身分和什麼身分的 亂糕 你知道 高中職 大學生 進修部 或者是去打工兼職的 學生的人數有多少嗎 你知道他們參加勞保的比例有多高嗎 我不要說其他 我只是說青年勞工 青少年勞工 15歲以上的 我問你再15歲以上 跟投資24歲以來 有幾萬的青少年勞工嗎 這些人投保率 為什麼投保率這麼低 他們本身就是有害者 他們本身就是 所以 就可能是經濟條件比較厚勢 比較辛苦 但是弱勢中的弱勢 你們不承接 你們不接起來 沒有沒有 報告委 你要把它丟給衛福部 要讓他調到生活困頓的邊緣 那個學生的部分 我們有跟教育部 目前在聯繫 你沒有要不要說 今天不然 你會叫他做什麼 青年就業安穩計畫 不是不是那是另外一個 你剛才講的打工的部分 的確有很多學生 你端出了什麼政策案方案 我們還沒有看到你們公布 因為我們現在在跟 沒有啊 對啊 現在疫情的穩定 你現在還沒有端出來 我們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那也準備來看教育部 你剛才也說 你準備把勞保收回中央 結果你說指示想法 不是 你現在說你準備 會不會變成具體 我是告訴你說這什麼想法 具體看得到吃得到的 還是我們也在討論的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說這個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說這個 有工作事實 無勞保的人 請你要仔細的看 不只33萬 只有學生小孩就八九十萬了 可能 然後呢 全各位高中級各大學 各家上很多去兼職的 比如說家庭主務去兼職 但是因為是招工時 時數不高的 他的雇主沒有給他保的 這一些在法律邊緣的 我告訴你百萬人不會少啊 這樣一人我希望 你如果下一次 如果疫情再來 這很大的衝擊 包括現在 你都要去演你 五糖改蛋和衛福部 衛福部就是 要掉到生活貧困的邊緣啊 為什麼職業工會的人 他就直接領三萬 為什麼不加立職業工會 因為一次要叫三個月 自己要付六贊 然後呢 入會費還幾千 一次 他一個月就貪不到一萬塊 你叫他一次八九千塊 他哪有可能去叫 這群人什麼弱勢中的弱勢 這群人要得到政府的紓困嗎 要得到勞動部的紓困嗎 保長 這個部分當然 我想政府要盡量去照顧到 每一位勞動者 那我們未來當然 不是啊 你們現在是丟給衛福部 我現在是要告訴你說 未來 這部分誰都沒有辦法去認定 那當然 這個 怎麼會沒有辦法認定 院裡面他有他的考量 你若是在教學部 他要給中心 給這身 台專心 那些人去上班打工 你知道他平時就是你們 那個勞檢裡面 他本來說專案勞檢 那些勞檢起來說 一半以上都沒有參加勞保 你也有什麼卡電話 這個勞檢說 他現在痛恨自己有雇主 還有有參加勞保 因為真的 有雇主和有勞保 但是真正在放假 他沒有什麼都看 看得到全部都吃不到 現在這個 沒有勞保 真的跟家立這件事 忍力就沒有了 這群人我在問你說 你有 你要不要接住他們 有真的要這樣 想辦法說 沒有要不要接住他們 你當你願意接住他們 他們才不會又掉到 衛福部的紓困裡面 衛福部是急難救助啊 那是要跳到生活貧困裡面 的那一條邊緣啊 所以現在這樣 我說這樣聽不懂 你後面可以想到這 然後你應該要 不管是十萬元紓困 職業工會 這個自營業者的這個三萬 或者是充電菜出發 無薪價的薪水不貼 或是安心即時上工 再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 無勞保的勞動工作者 弱勢中的弱勢 他們應該要得到紓困 而不是急難救助 這後面可以刻度納入嗎 謝謝委員的意見 不是啊 你考不考慮嗎 以後我們會 再把這個部分 再做一個周翔的考驗 對啦 他要把他放進去 放在我們裡面 他也是勞工 沒有勞工 他是受害者 但是他是勞工 不能再等去衛福部 這個暫時就先這樣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 然後我們在講說 直災通報失靈 勞保的勾機不確實 這點不是你們說 好聽說 你們以後的安全 其實是沒有 所以 所以 這 要加強 真的很好 連監察院自己去查 六經有兩經 無法 監察院親自去查 你還不覺得自己很老闆 自己的業務辦 自己很老闆 剛才跟立委說 好啦 我老姐要收回來 中間 好啦 只是我個人想法 還沒有成為政策 還沒有什麼 只想而已 所以不要口惠 食不治 我也不要說太慢 絕對不允許企業主違法 不然你可以怎樣 你如果抓不到 你如果沒有在抓 絕對不允許這些企業主取巧 結果他就在取巧啊 你說 交通部 經濟部的領製程薪水的人 他有沒有被放試駕 被放駕 有沒有 他是不能啊 可是他有沒有 有啊 有人有檢舉啊 你有沒有在條駕嗎 你如果沒有在條駕 你如果沒有去駕 有沒有放無心駕 可是他沒有通報 你叫勞工自己來 老闆都沒有爸爸 老公來 那個老公才說 不允許 沒頭路 你叫他 說喔 快點來啊 快點去宣導 你們夾接做不好啊 才說快點 條駕更換 聰明在出發啦 吳星駕津貼啦 都夾接都很壞 你說好來 條件再放寬 條件再怎麼放寬 只要跟交通部案經濟不打架的 就通通喔 沒效啦 聽到的 聽到的更方便 更快啊 顧主更優利啊 所以 所以這是 你們在行政議 人家部會要端出那個政策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 跟你的部會的兩個政策會打架 會衝突 會互斥 那這樣子犧牲的 就才是受僱者 所以你應該在行政院會的時候 你要大力 集呼啊 你這個方案不可以讓雇主 我們簡評議說大家都要找你的 都沒要求你的 你的方案端出來是無效的菜 無效的方案 你現在要溝通要表現 你不要跟他們溝通表現過嗎 你不要太過嗎 報告委員 這個我們講過 但是因為我們的方案在先 經濟部交部在後 但是我們都是唯一的目標 就是鞏固勞固關係 所以不管從企業端或從勞工端 各個部位都去提他的方案 讓雇主這邊能夠 你要想的是勞工 你要想的不是雇主 我是說他們當時候 大家的討論是 你不要跟他講說 那會打架會互斥 而且你要記上給他們看 如果照你們的方案 你也是幫他們出 你也是幫他們出那麼多 你幫他們負擔不去都出一半 不然就換你又出那麼多 不然現在是這樣 不要對經濟部和交通部的 這個補貼薪水事成的那個方案 有任何的意見 那換我們這邊 把這個無薪假今天再提高 提高到跟經濟部一樣這麼 跟交通部一樣的誘因 這樣他也是一樣的 我沒有反對這個方案 我只反對說 如果這樣對勞工到一種薪水減少 你要思考 沒人來看 經濟部和交通部是減少 勞動部減少 所以沒有老闆要用 不如你再把你的 你的無薪假今天再提高 再提高 也是一種方法 也是一種方法 你回去好好想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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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林委員 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江永昌委員來做審檔 安全吧 謝謝主席 請勞動部部長 請部長 江永昌委員好 部長請教一下 勞工紓困貸款 500億不夠用50萬人 那還要再增加 什麼原因 疫情這麼艱困 表示勞工都要不斷的來去借錢 報告委員是這樣子 衝擊這麼大 衝擊了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 整個勞工有一千一百多萬人 那有需求的人 所以台灣現在的疫情衝擊到 我們推出 不是啊 倒不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推出就是讓 這個制度 讓銀行的資金 來協助這些經濟上有需求的人 有需求的人 對 然後他們 因為當初我們推之後 這個事實上 差不多十天而已吧 十天就已經 差不多量就已經 你知道我在財政委員會 我就跟你講 金管會設的KPI啊 對不對 每一家銀行 你去做那個企業啊 他的這個喔 營收短少超過50% 喔這真危險耶 你還借錢願意貸款給他 算一件的成績 啊那個勞工你來借十萬塊的 信保基金十足保證的 也算一件的成績啊 如果你是銀行你要做哪一種 你有沒有發現到 他金管會被我問到最後 他居然說 沒關係啦 這種十萬塊啊盡量借嘛 也會有正薪的效果啊 反正他借的錢會去消費啊 樓歪掉了你知道嗎 到底是不是你真正需要 想要去關心想要去幫忙的 勞工你給他更多的力量 還是其實你照顧偏差了 五百億借出去 從銀行借出去 不是你們借 你們要邊利息啊 你十億現在不夠了嘛 一年下來是多少百分之1.8多嘛 那你現在不夠的利息錢你要做到一百萬件 都是花錢你知道嗎 就是大概八億多啦 再增加八億多 再增加八億多嘛 利息對 是啊都不是錢嘛 就是說樓有沒有歪掉你真的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對啦我們政策勞動部的一場我當然是希望 我們是針對經濟上有需求的勞工 能夠幫忙他啦 哪一種經濟上有需求的 欸這救錢不是免費呢 對啊 不是新保基金幫你做保證 以後多少還錢呢 你有沒有幫勞工考慮到這一點 當然有啊 我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 那邊 他這個對關股銀行在算成績 不是你勞動部的角度啦 那邊是很困難很危險的風險高的 算一個成績 所以現在趕快盡量來做啊 你去問問看哪些立委的辦公室的助理 誰都還有收到關股銀行說 我今天要辦看看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 小心啊 這個樓歪掉了啦 事情不是這樣處理的啦 這以後勞工要還這個錢 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然後你這邊還花了多花了錢 好我繼續再講 那安穩就業 安穩青年就業方案 現在進入到哪裡了 我們大概細部的內容 到五月底嘛 因為今天很多人問啦 畢業潮就要來了嘛 但是我跟你講我在這裡 第一個喔 我先跟你講一個觀念 然後那個經濟部那邊 有關於這個產業紓困 他比方說就是 營收減少超過百分之五十 然後他不減薪嘛對不對 員工繼續然後給他事成型的補助 那是針對舊有員工留在企業裡面的 你這個應該是針對 畢業生新的吧 對 所以你到時候你會不會去寫一條就是說 您有政府其他補助的 在這裡 安穩青年就不可以受用 欸我要告訴你這兩個是不一樣的人喔 原有的勞工跟新的畢業生喔 委員這個放心啦 所以你到 你叫我 你就放心是到時候可以併用 不是 我們是很目標很明確啦 你就是 但是你現在企業喔 企業留有舊員工去領經濟部那事成型的補助 仍然可以未來來申請你的安穩青年大學畢業生上來的這些新員工 你是要這樣子嗎 我覺得現在當然我 我目前的看法是認為沒有排斥 好沒有排斥好 那有一點喔 領有政府的補助的時候是不可以裁員減薪 那這個要守好 或者說我對救員工去裁員 我對救員工去減薪 另外理你這個 不准財老換薪啦 這個是基本原則 我是要讓他開心直缺給年輕人 我才會補助他 好 講到這裡我有一個重點要講 你針對的是剛畢業的 其實我要大膽跟你建議啦 你這個留給喔 因為 勞動部你們自己的官方網章圖表都讀過了 其實你們去算那個大學畢業生 我現在用大學來講啦 你說啊 他們平均找到工作是畢業後1.5個月 那個是有找到工作的人 二十多萬個大學畢業生 十七萬人會在一年當中找到工作 可是還有將近五六萬人在一年以後 都還沒有找到工作 所以啊 你那個立即找到工作有八萬人 那如果你現在把這個六萬個機會填補到這裡 沒差啊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我會大膽跟你建議說 欸這個六萬人名額是不是要留給 留給 二十到二十四歲 我們平均失業率是百分之十二到十三 那一些畢業一年就初步最難啦 怕第一步最難啦 給畢業一年以上沒有找到工作 但是公司 企業願意給他機會這種的 你來給他幫忙他負擔那個一萬二 你覺得如何 對 我們報告委員我們設定的就剛好跟委員講的是這樣子 畢業一年齁 所以剛剛大家問了老闆天 不是畢業一年齁 出第一次尋職的 你聽我講 畢業立刻得到工作的 你看大學生你們自己的圖表 立刻找到工作就有八萬人 那企業剛好吃這一批啊 所以我說我這個推出的時間點很重要 我不行說 我來找八萬人 我是要在八萬人以外的 不只是八萬人以外的 你看是不是半年都找不到工作 甚至是一年都找不到工作 因為有些人也蠻優秀的 他就是起步難啦 只要給他第一次 能夠有個公司願意用他 這個誘因就是你那個1.2萬 你理解我意思 就是說畢業之後一定期間以上還找不到工作 企業用意用這種人的 你設定這個條件我覺得會更好 然後你要知道他的起薪 我問幾個問題 你那個公司在用23800嗎 你的大學有沒有 有投保的是三萬塊你知道嗎 你放心 現在出入職場 第一次尋職的這個平均薪資 大概是在2萬7、2萬8這裡 那每個行業還有不同的一個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還有一點再跟你請教 那這1萬2是勞動部給出去的 那個企業拿到 要不要算到企業的所得 那個個人拿到 要不要併入到個人綜合所得 是或不是去理清楚 我知道現在你應該沒有答案喔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追經濟部 那試成新的補貼 到底個人所得公司所得怎麼算 那個不然我們紓困條例照理說這些政府補助 是應該排除所得跟排除稅率的計算喔 你這回去要 我們有去問財政部啊 他吻還沒有回來 是啊要趕快啊 因為時間就快到 現在大家就看說 第一個要寬鬆 第二個要明確來做 現在大家就是這一點 對我們的政府很不諒解 啊很 真不慘耶 大家做得這麼辛苦 做得這麼辛苦 成績說拿不到這樣真的不行啦 我最後再提醒一點喔 啊 請問那個 當時我們在總質詢啦 我們兩個決戰啊 最低公司法 現在進度咧 就是等行政院排院會 啊 當時你有為這個承諾啦 有 好 我提醒你一點喔 最近你看我們的紓困補助 都去算各縣市的最低生活費 各縣市最低生活費都不一樣吧 所以我們以前在討論 基本工資或最低工資 都要全國一致 可是你看喔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或者現在領紓困補助 用的低生活 那個最低生活費用的 都是各縣市不同的標準喔 所以這一點要不要想想看 基本工資 最低工資 各縣市 大家在所得上 有沒有考慮到 不一定一國一致 可能因區域不同 做一些調整 這一點給你建議 好 謝謝 想一下 謝謝委員 好 想一下 謝謝部長 謝謝江委員 謝謝 接下來請蘇智芬委員 蘇智芬委員 蘇智芬委員不在 好 本日會議 選檔全部結束 委員周春明 鄭政前 數字分 所提 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先做一下決定 第一 說明及 選檔完畢 第二 委員質詢 未及答覆 或 請補充資料 則請相關機關 於兩週內 答覆 委員令要求 期限者 重啟鎖定 那現在進行 討論事項 請一並先讀 第一案及第二案之提案 條文內容 勞動檢查法 部分條文修正查案 委員劉建國等 十九人提案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第二款 刪除公營事業機構 其餘與現行法同 第四條 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下 第三款 勞工修正為職業 其餘與現行法同 第七條 政列第三項 中央主管機關 應美林定期公布 勞動檢查聯報 其餘與現行法同 第三十三條 第四項 行為修正為處分 第五項 管理修正為受理 其餘與現行法同 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後段 增列 並得暗刺連續處罰 其餘與現行法同 勞動基準法 第七十九條 及第八十條之一 條文修正查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九條 第四項 有前三項規定 行為之一者 主管機關 應依事業規模 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結 加重其法定罰還 最高的加重二分之一 其餘與現行法同 委員劉建國等 二十一人 提案第八十條之一 第一項條文中 增列 處分其日 違反條文及罰還金額 其餘與現行法同 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第八十條之一 第一項 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 處理罰還者 主管機關 應公佈其事業單位 或事業組織名稱 負責人姓名 公告日期 處分日期 處分字號 違反法規法條 違反事實裁罰次數及 裁罰金額 並限期令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應暗示加重處罰 第二項 得修正為因 其餘與現行法同 委員林施名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八十條之一 與委員劉建國等二十一人提案同 宣讀完畢 好 謝謝 請一部宣讀 勞基法的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勞動部應參照 衛福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相關罰還財罰標準之作法 針對違反行為有關勞工人數 違法次數 事業單位規模與資歷 故意或過失 違反行為持續期間 影響勞工身心健康程度等 相關量罰輕重之標準 於六個月內修正 違反勞動基準法 採處罰還共通性原則 訂定各項裁罰加權倍數與計算公式 以達當眾者不過輕之原則 有效提升勞基法裁罰之賀阻力 提案人委員王婉鈺 林淑芬 劉建國 蔣萬安 宣讀完畢 好 現在進行 先進行第一案 勞動檢查法之主條討論 那各條文 勞動部已說明均表示支持 不過在場委員不足三人 我們之後再通過三四七三三五條 我們現在先 接下來的進行 來了 來了 好 好 那我們就第三條 照樣通過 沒有 修正 對不起 文字修正 對 好 好 那請署長 謝謝高委員 這個委員請坐 請坐 謝謝 謝謝 謝謝請坐 來 我們你會同意 不過那個第三條 第二款 第三款 第四款 這個委油 建議都改成紙油 就是代言獎之后 冒號 紙油 中間主管機關 定指定的 不是委 所以二三是這個委 建議 包括第一個 也是委 都改成紙油 好 就署長講的 這字眼就修正了 修正了通過 謝謝 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 就修正通過 好 第四條 沒意見吧 好 招呼通過 我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通過 第七條 沒有意見 我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就招呼通過 三三條 招呼通過 我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就通過 三十五條 三十五條 對不起 三十五條就是 也是那個 我們建議這個文字修正 事業單位或行為人 有下列情形者 改成下 那因為是 得暗刺連續處分 處罰 我們建議連續這兩次拿掉 因為其他意義是一樣的 其他法律也是 暗刺處分 好 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另外就是 就報告主席 就是報告第一款 第二款 違反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者 那個者建議拿掉 第二項也是 違反第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者 那個者建議也拿掉 文字 好 各位 修正後 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 我們就修正後通過 現在做以下決議 委員的建議等四九年 凝聚勞動檢查法 部分條款行為草案 審查完全 凝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時 院會討論法案時 有留召集委員 補充說明 不需叫黨團協商 接下來進行第二案 勞動基準華之主條 討論 每條條文先請行政單位說明 接著請委員表示意見 第七十九條 請行政單位說明 委員有關於勞基法第七十九條 因為事實上 實務上各個不同的事業單位 違法的個案 它其實違法的事態 事實的態樣都不太一樣 那事實上在現行的話 縣市政府都要依照行政法 把勞基法以及相關的一些 財處防環共同性原則 去審慎的去在符合比例原則的情況之下去做採處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法律上明定說 一定要依照什麼樣的條件或指標 去加重罰環的話 恐怕沒有辦法全盤去考量 各個違法太陽的一個 應該要審酌的一個事項 所以是不是請委員 還是能夠支持我們七十九條維持現行的條文 好 請務委員 來 請 好 請王委員 在力量黨團的版本 其實有提出七十九和八十兩條 一起來做討論 所以我在這邊先一起來做說明 因為我們其實概念是相同的 那我先稍等一下檔案 就兩個一起說 因為你放在一起 沒有 一起把它說 對 這部分就是剛才提到說 我們七十九和八十之一 我這邊先以併來做說明 那等一下就直接來討論 那我們主要是來想呈現一個資料 就是說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到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一九年的違法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這個藍字的部分 這幾家企業 這幾家公司 其實是違法三次以上的企業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尤其可以看得到說 呃 有些 有些其實是 呃 甚至有一家紅色的企業 這邊其實都看得很清楚 他違法每年其實都在違法的情況 那另外我們也想同時提的是說 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 恐怕就是說這個持續的開法是 呃 可能沒有辦法讓他們覺得說 這個事態的嚴重性 可能沒有辦法有做到這個警惕 以及說嚇阻的作用 那另外說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有一家保險業者 連續上版三年之外 還每年越罰越多筆資料啊 就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從2017年的十六件 十六案 然後到2018年的24案 到2019年的75案 恐怕是越罰越嚴重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在這部分我們能夠在省上來看 一下現狀這個制度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 沒有公開裁罰的金額 沒有辦法確定累積的 累積的次數和數量 那第二部分是說 因為越罰越多次 還沒有見到感染 我們希望在這個政策上的訴求 能夠有比較明確的部分 那另外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 其實在2019年 勞動部已經有針對這個部分 做開會和討論 然後也希望能夠 因省著這些相關的修法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這邊待會會提供兩個資料 也讓勞動部這邊做參考 說我們為什麼要提出 這樣子的做修明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公開資料也希望是 能夠更清楚更透明的 將裁罰的相關的資訊 都能夠列出來 那我們剛才提到說 這個部分是 剛才2019年的時候 勞動部這邊已經有先 做過一個會議的討論 然後也希望是說能夠 因省著這個審視和標準 來做明確化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剛剛提到說 如果因為用樣態的部分 可能有不同的狀況來做 來做這個審著 恐怕不是很容易 我們第一個是看到 這個桃園市的部分 這個是依次增加 違法情況的加重處罰 這是我們在80-1的做的修正 那剛才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勞動部的 勞動部說不方便 或是沒有辦法明定 但是其實在衛福部的 相關食品衛生法 也是一樣有這個家權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清楚的 努力出來 那我們當然理解說 可能不同的情況 會有不同的狀況 但是我們想像是說 如果在食品管理法 其實可以做得到 或是其他部門可以做得到 或許勞動部也可以考慮說 我們怎麼樣在這個 加重的部分 或是家權的部分 能夠審著 然後能夠清楚來明定 所以我們認為是 有這個機會的 所以還是希望 我們可以往這個方向 來做思考 因此提出了這個 79條的修正 謝謝 好 好 謝謝王委員 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剛剛王委員所提到的一些 財處罰環的共通性原則 的確去年我們有邀集 相關的縣市政府做一個討論 那我們今年還會再邀集 相關縣市政府 再進一步去研議一下 感謝委員提供一些 相關的意見 以上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79條 能夠維持線型條文 請委員能夠支持 謝謝 好 80條之一 請一併說明 80條之一 的確大家都關心 相關的一些 處罰的一個金額 能夠公佈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參考 那個勞工退休金條例 增加公佈 處分的期日 違反條文 以及法環金額 相關的一些文字 這幾個文字 把它放上去 那剛剛那個有關於 時代力量黨團有提到的 在希望把違反 失業單位的那個 公佈的內容裡面 包括公告日期 處分日期 處分字號等等 其實在我們現在 勞動部已經有建置了 網站上就已經有一個 違反勞動法令 失業單位 雇主的查詢系統 在系統裡面就已經有 公告日期 處分日期 以及 違反法規法條 違反法規的內容 這些事實 違法的事實 都已經在我們系統上呈現了 補充說明 謝謝 好 那 請問答案已經算完 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我想這邊我剛剛也有說明 感謝委員有提供這樣的意見 因為其實在系統上都已經有了 那我們想說一個法律的文字 所以我剛剛才會建議說 我們參賽 勞工退休金條 立所公佈的事項 把那幾個 有關於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 法環經文放上去 這樣文字是這樣比較精簡的 明確的一個文字 請下 邱趙偉 一定有什麼用意嘛 不然我們看起來好像 提出來 到底當時提出來的用意是想 有沒有我們委員 真正的用意是 不然應該都是有 有可以找得到嘛 但是列出來是有 可不可以 我們進一步了解一下 謝謝 謝謝 應該說 正在這個公佈的 看有容許是有做過一些討論 那曾經說我們有一個老闆 是有提到說 因為法條上不明確實 有可能會 但是現在已經都有改善了 那既然有改善 我們希望避免這樣子的意義 而且我們既然已經都要修法 誰之一 我們是不是就比較往前來 我們來進行 對 那另外就是我們 還有一個就是加重署 剛才有提到說 有非常到目前的財罰狀況 其實看到越 罰越嚴重 這種情況 希望說能夠針對這個 累積制度這種情況 能夠去加重 我們剛剛這邊提到 就是說現在有公佈 事業單位姓名 就是一個影響名譽的處分 那當然另外之前有提到 有關於那個罰還的金額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次也同意 有關劉建國委員 他所的提案 勞動部也支持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有這樣的文字 按照劉建國委員的 那個提案的文字 來處理八十條之一 那第三點要補充說明 剛剛我已經提到 加重處罰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 縣市政府他必須依照行政法法 去做符合比例的 符合比例原則去審酌 現在所有的情況 來做一個處理 那在公共我們有一個 共通性原則的部分 我想委員也有提到一個附帶決議 我們其實也會在找縣市政府 來去討論有關 採處罰還的共通性原則 那事實上在法條上 我們還是希望維持 八十條之一的第一項 就是藉其未改善 這因案次處罰 這部分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主辦法事務的部分 有避兆不避免 但因為公共的資料 如果我們明明下 其實就看不到 這個主辦的主力原則 會是一次處罰這個誤罰 所以說為什麼 希望在前面的部分 除了公共的主權處罰 請問日期以及違法條文之外 相關的資訊應該一定有 這就是我的用意 其實我們是 就是 剛好我還是再重複說了 因為現在在系統上 整個都有了 那在法律的文字上 我們是希望勞動法令上 比較能夠 這是一個法律的文字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 能夠參採勞退條例 也能夠 就是說因為我們是 參採劉建國委員的一個版本 我們是希望 我們勞動部是支持 讓法條的文字 增加個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及罰還金額 但是我必須要跟 我這邊要補充說明 我這邊要補充說明 裁罰次數的部分 在我們的系統 你可以去設一個區間 你看所有的裁罰的情形 全部會列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你從今年的裁罰次數 跟從去年看 看到今年 看兩年的裁罰次數 那是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部分 我們才會覺得 希望能夠委員 能夠支持 勞動部的一個意見 謝謝 我剛剛舉例的意思說 因為你要看區間 才會知道 我區間 我看今年的 我會整個列出來 今年會裁罰幾次 但是我看的區間是 去年到今年 看兩年的裁罰情形 的次數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 這比較不適合 在法條上去明定 裁罰的次數 因為你看著區間不同 你裁罰的次數就會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系統 你其實設條件之後 你會整個列舉出來 某一家公司 在這段時間 被裁罰了幾次 違法的事實 違法的條文是什麼 都非常清楚 所以還是 可以明確的方式 可以來 而且不應該是得省 應該是陰省主 所以民兵什麼樣的都來處理 就是加上來吧 也不然現在先 剛剛我們提到現況 該怎麼點擊 是不是有個比較明確的方式 休息五分鐘好不好 因為 兩位講的都沒有交集齁 請市長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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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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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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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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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